你真的有结婚的意愿吗 在律师陪同下走出法院 台中武艺高中生坠楼身亡一案 身为配偶的夏姓男子被检方起诉 涉嫌卫造文书台中地院15号再度开庭 时隔五个月再度现身 夏姓男子身材发福 头发也变长不少 虽然是冬天还是与上次开庭时 穿着同一件蓝色短袖上衣 不少关注案件的民众到场旁听 举牌声援赖妈妈 这么爱她还怎么忘冲冲 案发至今已经过了半年时间 台中地检去年6月征结起诉 认定夏姓男子涉及假结婚 未造文书杀人罪则不起诉 但台中高分检认为全案仍有一点 将案件发回地检署续情侦查 台中地院15号则针对未造文书再度开庭 法官勘验两人登记结婚当天 与咖啡厅超商护证事务所内的监视器 夏南始终否认两人假结婚 承认有何赖姓高中生一起前往咖啡厅 寻找证婚人 但旁听的民众痛批下姓男子的说辞 根本不合理 未造文书罪进入审理阶段 双方持续在司法上展开攻防 白娜妈所提出的民事婚姻无效诉讼 也将在2月开庭 这场婚姻真假是否具法律效力 就看法官如何定夺 探紧新闻杨锦 请稍微离SNG要住台中播导 请稍微离SNG要住台中播剧场